在一句话,他就问,神父们,修理们,你们有喜乐吗? 那一个人都没有回答。 那他继续问,神父们,修理们,你们有幸福吗? 也是一个人都没有回答。 所以,到底是,那些神父们跟修理们,是不是天天很苦乐和热情? 没有人回答。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圣言会回答了圣弗洛舍仙父。 他是意大利人。 然后呢,他放心他自己,他也感觉,感觉到说,他又寻找他们串教室。 那后来,他就离开他的故乡,意大利,他就到赫兰,跟我们修理神父在一起。 那后来呢,他就被拜见到中国大陆,那特别在山东。 我相信,很多教友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父老师神父的故事。 那有一天,他就写信给他的家人。 因为一天没有LINE,没有Sky,没有Facebook,没有联署等等。 他就写一份信给他的意大利家人。 他写说,我要在这边往生,我会在中国大陆死掉,连在天国的时候,我希望好像一个中国人一样。 那他的家人很感动,那怎么样当一个中国人在天国,他是一个外国人。 那这种精神,那这种精神,人家现在也会找不到在天国的,圣伏们的身上。 那后来呢,他就从开始会拜见到大陆,从来没有回家。 到他就是掉在这个,来中国大陆。 所以拜见一次,从来没有回家。 那我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认为了十年一直放假。 就是去看爸爸妈妈。 那后来呢,很多人抱怨,说为什么那么久,十年才可以看爸爸妈妈和家呢? 那开会开会,然后呢,后来最终是九年。 那九年以后呢,还是我们抱怨,说为什么那么久,九年才可以看爸爸妈妈。 我们已经很幸福地付出来了。 开会开会,探来探去,他确定是八年。 那八年以后,还不万一,我们就讨论说八年才久。 那后来呢,确定说七年。 那七年,有一段时间,也开始道路,生造越来越少。 没有人想看钱,因为七年,真的很多人受不了,我没有看爸爸妈妈。 那后来呢,搞论,最近就是六年。 那六年以后,还是弟兄们万一。 说,哎呀,六年开极,我没有看爸爸妈妈。 后来,我们就认为一生五年房价一次。 那五年,开极是不万一。 然后呢,道路,道路,道路说,好,我们这里是四年。 那四年呢,过了一段时间,还不万一。 说,哎呀,四年,如果在台湾,我们说,真的很累,很辛苦。 除了,我为这个音乐是很难。 然后呢,要适应中国文化,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人没打败。 还好,我们没打败。 那四年以后,我们会讨论说,哎呀,真的很难。 我们就做一个三年。 所以,放假一次。 希望明年,我们会再到那村上两年。 希望。 那,一路上,我就看这个父路士,一下子没拜见。 然后呢,从来也回家,这个精神要不传。 那,大概的话,责任了他有很特别的信仰。 很坚固的一个信仰。 那我也相信,应该他也真的, 肥而胆的神招。 天主找叫了他,那他又可以。 不会抱怨。 他应该是得到天主的恩宠, 他就接受这个恩宠,那他就有感恩。 那。 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福音, 这些人,有家族, 从早上开始工作。 那后呢,他就出来九点的时候。 那后呢,他就说,好,你们到我的部导演工作。 那后来呢,十二天,他也出来。 他就说,哦,你们为什么在这边, 没有工作。 好,你们到我的地方,工作。 那,不只是这个,下午三点, 他还出来,招这些,这些人。 说,为什么你们在这边, 无聊,一直餐,没有工作。 那,他们的答案说,没有人用我。 那,不只是这个,连下午五点, 这个家族还出来。 那后来呢,他就说,好,你们工作。 那,时间到了时候,晚晚, 开始要领解他们的工资。 那,开始从最后面的五点来的, 那他们就拿他们应该拿的钱。 后来呢,晚晚的三点钟来的, 后来呢,十二点钟来的, 那,后来呢,六点来的。 那,最后是这些,凌晨来的, 差不多六点左右。 那,他们认为是这个, 整天很辛苦的工作, 应该是钱真的多一点。 所以,他们开始讨厌。 说,为什么我们拿到的这个钱, 跟这些一个小时工作的人一样。 这个不公平。 所以,开始讨厌。 然后呢, 现在,这个家族非常清楚的答案。 我有劝力,这个是我承认的。 我已经跟你签约一天, 我要给你一个隐秘。 我没有拿到你的钱, 为了这些比较晚来的。 所以,为什么你责疾, 为什么你抱怨? 你拿你的钱, 走吧。 那,当你这个逻辑是, 真的不配合我们的逻辑。 如果那一天, 我也在评论, 我也很大声的抱怨。 我不知道你。 因为这个不公平。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很多人可能等一天才出现。 那,这个是我们的邏輯, 我们的想法。 那,如果我们说, 这个家族好像天主一样。 他想办法很多的人, 来到他的天堡。 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的, 他来。 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直找更多的人, 到他的葡萄牙。 可以说到天堡。 那,如果你们说, 大概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属于是哪一天? 是不是五天来的吗? 还是下午三天来的? 还是十二天来的? 还是凌晨来的? 很难说。 可能我们会说, 哦,我小一段的时候, 我已经议习了。 那,有一些人, 我还是调了什么议习。 那,大概这个恩宗是谁必得过, 拿到。 那,有一些人也不需要再议习。 有一些人高中, 有一些人大学。 那,今天我们也有议习了大学毕业。 那,有一些人, 那,有一些人, 已经有十岁了议习。 也有的时候, 我也想说, 我议习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 我还不到一个月, 那妈妈就送我到教堂, 师父就做了这个, 给我议习。 但是,我有纯粹说保验。 我会说, 哦,天主的恩宗, 我已经朝着我议习了。 难道我会拿到更多的恩宗吗? 那,这个是天主给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你朝一点议习, 晚一点议习, 那, 快要冲的时候再议习。 天主有祂的恩宗, 祂会想幻发, 各个人很明显的面前。 竟地在音音講, 由麗ords尼文来味 narr。 有个音乐的。 你不会骑走啊。 怎么会那样去, 鞋子的 linear自彻。 我只 moeten日午。 要靓子的浪漢。 ね? 是什么孩子会找到。 幸福跟喜乐,如果我们的幸福要appreciate,我们有满意我们的幸福,这个就是幸福。 如果我们的幸福,我们不会满意的,从来不可能有幸福,不可能有幸福。 那当初我生病的时候,有人照顾我,我就说,哇,我在这边当中展现,我真的很幸福,很喜乐。 我的家务都满意,有很多人照顾我。 那当初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怕冷的时候,冷气很冷,那突然有一个弟兄说先,我给你一个外套。 这个是幸福。 还是冬天的时候你会来,然后呢,有人抱着你,这个是幸福。 那先不跟修你拿多一点抱面被,对吧? 有很多面被就是很幸福。 当初我累的时候,不然在办公室,还是在公桌上,然后呢,我就说,我累了。 很多人心疼,心疼我。 我就说,哇,我在这边真的很幸福,很喜乐。 因为有人很心疼我。 他们感觉到很累。 那我看到一些老人家的时候,走到教堂来,然后呢,有人背叛着你。 这个是幸福,这是喜乐。 很多老人家没办法到教堂,也没有人背叛。 那当初我错的时候,有一个教堂保障我。 就说,这个是幸福。 我知道我这个错,但是有人保障我。 那么就说,这个是幸福。 你兄姐妹们,跟今天的一样的福音。 很多人抱怨,不争论,也不接受天主给他的这个恩仇。 那我们,如少者一直抱怨,我们自己常常抱怨。 特别刚刚欧几岸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四年,八年,一直抱怨, 不会说,哦,天主给我的这个恩仇,很感谢天主。 很幸福。 不是所有的人被讲教,然后呢,答应他。 所以今天的福音会让我们自己反省了自己。 天主给我的这个恩仇,我也说yes。 然后还有什么抱怨? 所以不管早一点灵犀,晚一点的灵犀, 天主给每一个人的这个恩仇是不一样的。 所以放心,你大学一夜灵犀的,跟我一切小一个灵犀的,一样的恩仇。 所以你是被祝福的很幸福。 所以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appreciate, 我们心满意我们自己所有的恩仇, 那这个时候在幸福。 如果该社会不会满意,那留言不会幸福。